東京最著名的明治神宮代代木公園 神宮正在裡面 明治神宮 我們來到了在東京最神聖的明治神宮所在地 也是明治年間皇帝到這兒上朝的地方 在這個明治神宮前還有這個聚會 它又舉行這個祭祀活 十五號 今天十四號差一點點 明治早九點鐘 要不要來 明治神宮的鳥居 我們開始進入 它這個木頭是上千年的神木做 這個神木我們在台灣看到了 這種木頭特別的堅硬 特別的適合做神廟寺殿公裡邊的木材 明治神宮已經全景展現在我們面前 公裡邊在舉行古代婚禮儀式 你看他們穿的那個和服是超老的婚紗 是個當地結婚和服 我們正好看到 走在第一個的 帶頭蓋 我們通過了這個鳥居 這邊就是信息接待站 這裡正在舉行一種儀式 好像是婚姻 當地的婚姻儀式 但是好像 我們現在準備進入神宮的正殿 正好是一個特別傳統的老式的武士所穿的服裝 這個在古代的時候都是穿成這樣 神宮的正門也不高也不大 但是很莊嚴 旁邊三開門 旁邊的門更小 我們拿一個木頭是做成圓圓的 他們拿木頭切成方的 對 你看實際上這個木頭 是這個木頭很好的 然後到最後把它切成方的 他們的宮燈很神奇 上邊刻的時候四面都是櫻花 他們的火火 我們現在進來之後 這個大堂裡邊整個 宮殿的形式 看見了 這就是 玉石願喜受賦 他們的宮燈很神奇 上邊刻的時候四面都是櫻花 他們的火火 我們現在進來之後 這個大堂裡邊整個 宮殿的形式 看見了 這就是 玉石願喜受賦 傳統的日本結婚儀式 最前面兩個是私姨 後邊兩個是女神盆 在後邊就是新郎新娘 有新娘的母親參與出嫁 後邊的儀式 就是他們親戚家族 最正規的就是 穿著日本的和服 女生都是正中 男生都是西式 非常經典的 古傳統日本結婚儀式 在神廟進行 我們現在看到了明治皇宮的正門 我們站在明治皇宮最中央的中心位置 正門進來之後 周邊就是長廊 然後這邊是正門 從正門進來之後 又是長廊 這又是個側門 然後正對著 這邊 這些神樹 後邊這就是正堂 這就是明治神宮祭拜的地方 明治神宮建的目的是在1912年 為了紀念明治皇帝和皇太后所建的這個宮殿 一直到1920年正式建成 所謂的木頭用的都是代代木來建的此神宮 所謂代代木就是神木 你知不知道2020年的時候很漂亮 這是正門進來的方向 看著這也是旋 它三邊這個大門都有旋 這旋的木頭 據平考證 是從台灣阿里山運來的神木 都是千年老樹 非常結實的著名的世界松柏樹 就是我們美國所知道的Cedar 實際上到美國的加州紅森林和北美洲的西岸 遍地群山遍野全是這種木頭 我們現在看到了大批的酒桶 這就是因為明治皇帝特別喜歡西岸的酒 明治可是在日本開國進行國外交流和跟明治維新 改革這個國家老體制的第一人 他也同時特別喜歡這些西洋的酒 你看看這酒 居然是富爾多法國來的酒 上面有地址 有酒的名字 酒莊 第一排是酒莊 第二排是酒的名字和酒莊 第三是地址 位子 所以你看 這都是法國的葡萄酒 特別有名 所以他因為喜歡法國葡萄酒 喜歡法國的當然就是白蘭蒂 這些酒 他把整桶整桶的酒拿來 然後自己享用 同時也招待他的客人 所以我們看到所有的這些酒 都是從法國 波根底來的 所以可以看出來這些酒 大部分都是紅酒 它有酒的孔 酒的 這就是明治皇帝 保存酒和私藏酒的這些 最詳細的信息 這是清酒 他自己的藏酒的信息 詳細在這裡 很多清酒 清酒也就是日本的米酒 他們釀製完了米酒以後 明治皇帝就把它收藏起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這個清酒 我們到今天這個年代還有好幾百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金婚這個酒也是很有名的 都是當地日本純粹的名酒 還有月桂冠 我們經常有時候今天還可以買到的酒 所以有興趣想吃 就是 嘗嘗日本清酒的 這些特別好的參考 特別好的意義 看看這個日本車站的名字 叫 阿比古 不是叫我孫子 看到嗎 阿比古 金國神社的正道 進入大門 全名是 兵部大夫 大村盖次郎 我們現在正走向金國神社的大門 我們現在來到那 我們現在來到那 金國神社 最後一座鳥居 帥 現在步入正廳 每個地方都有一個這樣的病 告訴你 禁止什麼禁止什麼 車輛不要禁止什麼 車輛不要禁止什麼 日本的酒文化 各個製作酒商 會每一年一定的時候 他們來獻酒 所以這裏有裝了個獻酒會 獻酒的廠家 他們的酒的品牌 來自不同的地方 幾十個獻的 各種各樣的品牌酒 就放在這裏 這個獻酒會裏邊 奉獻的一些 比較好的名酒 就在這裂著 你看它這個 各種各樣的酒牌 這是排名比較前面的 一些酒 觀止 白雪酒 月桂酒 我們現在來到了正門 進門處 進入園區 屏門上這摔黑暗機 而是海膚的 有地獻 還有美國 五千秋 五千秋 百分之十二 照明 青icular 五千秋 六千秋 至五千秋 成交 五千秋 五千秋 是正堂,很多人就到這兒來祭拜 祭拜的方式,大家丟一些零錢 一般都是一百兩百日銀 然後我們先第一拜 一拜,拜完了之後,敲兩下手 催行這個壽棉人,壽棕人 然後再第二拜,正前方那個紙箱子 那木箱子就是這款箱 前面他們是果花,一朵 就各種各樣的手服 買完之後,帶在你身上 保護你的安全 或者放在你錢包裡 這是他們一種傳統習慣 在這裡可以選擇你想要的 國籍,大家都認識的 這就是提醒你 它叫大東洋戰爭 中戰80週年紀念日 在這裡正好有展覽會 也就是我們說的抗戰 80週年 1934年 現在是1924年 現在是1924年 我們在這站著看到參拜的人 就落語不決,一直沒有停 陸陸續續,人不多 但是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每一個時刻 都一直有人,集中而止 從來沒有間斷 東京現在人口1400萬 上海北京人口的一半 我去過中林寺 我也去過寶寶山 我沒看到過任何參拜的人 除非國家舉行活動 你看他們都很自願 自覺 這個現象 挺獨特 常正式的 日本的和服 日本的傳統服裝 來參拜 這靖國神社 列了兩個大祭的日子 4月22號 10月18號 一定要來參拜 為什麼 我們回去要查查這段歷史 前期的 見一面 這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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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